各位小军台湾plus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一个话题 就是有关中国大陆这边中共这边 刚刚召开就7月底 召开所谓中共政治局会议 据说习近平亲自主持 现在网络上一直有很多传闻 就是目前出来的习近平是替身 不是他本人 问题是这些需要进一步来看出一些端倪 包括官方给的影片 因为最近有两个人是应习近平的邀请来做正式访问 一个是东地文的总统 一个是意大利的总理 所以习近平邀请人家来 他理论上要出来欢迎跟接见 会见 可是一直没看到官方媒体有这方面的报道跟影片 或者照片 一直到最近 然后最近出来以后 习近平连续见了两个国外来的访客 然后大家就在看习近平是不是替身 在找这个线索 总而言之 就是说习近平目前被怀疑 在三中全会的时候 可能有中风的现象 然后可能是住院 那说不定可能还有一度传说可能陷入植物人状态等等 后来又说醒来 好 我是说习近平周围有这么多的一些谣言或者小道消息或者传闻 这里面其实是有文章的 这是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 强人或者独裁者 他如果身体有状况 可能就是他没有退休的问题 他一定是死在任上 他去世之后才考虑别人来接班 来接班 那这里有几个 我讲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毛泽东在中共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二十大 他十大的时候身体已经有点老了 然后他召开十大的时候 按照惯例主席毛泽东会站起来欢迎代表的退场 第一天的时候都会这样 这是惯例 结果那个时候毛泽东身体不太好 已经年纪大了 他要撑起来撑不起来 那周恩来看到以后 立刻想办法解救这个局面 怎么做呢 周恩来总理据说 他就大声的那个讲 主席牧室各位代表离场 那毛泽东就不用站起来 用眼睛看着大家离场叫做目视 这样就好 那这件事情 看在一个人的眼中 这个人叫做康生 他是情报头子 俗称特务头子 他看到毛泽东身体不行了 他担心自己将来毛泽东去世后 自己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他就去投向 可能的缓毛泽东 或者毛泽东对立面的那个阵营 对立那边 他跑去跟周恩来做密报 就是说江青跟张春桥是叛徒 这样子 然后周恩来听了 完了之后说 好我知道了 他就去跟毛泽东报告 但是他报告的时候 他省掉江青 因为江青理论上是毛泽东的太太老婆 他说张春桥是叛徒 这样子类似这样 那毛泽东就回他了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江青跟我说过了 那后来毛泽东去世 毛泽东后来就提拔张春桥 你们要说他坏话 我就故意提拔他 然后等到毛泽东去世之后 不是有发生那个 很有名的那个叫做四人帮事件 就四个人就被抓起来叫四人帮 请注意 照我的推测 应该是五人帮 第五个人就是康生 所以五人帮变成四人帮 因为康生向反毛阵营投靠 靠过去来保护他自己 就是独裁者在去世之前 身体有状况的时候 最担心的人就是那个特务头子 他有很多人的黑材料 好现在讲第二个例子就是 史达林 苏联的史达林去世的时候 所有其他人联合起来 把当时的特务头子 叫做贝利亚干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特务头子 手上有很多人的黑材料 所有的所有人都担心 他拿这个黑材料 来影响这个新的政治接班的情势 很多人都觉得要先把这个特务头子干掉 剩下的事情才比较好处理 贝利亚就被干掉 那作为专制体制下 独裁者身边曾经重用过的特务头子 他们都担心自己将来会被算账 他们生前帮独裁者做了很多 清洗政敌打击政敌的事情 肯定做很多 所以一旦独裁者不在了 他们会担心自己 所以呢 是什么意思 最近因为据说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 身体有一点状况 据说临时出现中风的现象等等 那么这样的事情 看在这个现在叫做公安部长 还有呢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霞 公安部长就是王小红 看在这些人的眼中的话 他们会开始考虑 后习近平的中共要自保 所以呢 习近平一直在担心 对不对 他清洗党内政敌 用贪腐的名义 把很多党内的政敌都抓起来 打贪腐 然后后来打完党内政敌之后 他居然会开始清洗 他信任过用过的人 叫做清洗亲信 清洗亲信这件事情被人家描述成史达林模式 因为史达林生前最后 清洗政敌完了之后 也清洗自己的亲信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的所谓亲信 很可能担心这个独裁者将来不在之后 自己会被清算 为了自保他的一些亲信 帮他干了很多脏火的 做很多坏事的 这些亲信 可能就会开始为自己做准备 可能就会背叛 独裁者 投靠 反对独裁者的那一头去 来为自己自保 所以独裁者可能先下手为强 把自己原本用过的亲信 清洗掉 换上新人 换上新的亲信 用新的亲信去取代旧的亲信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也被媒体最近拿来报道 把它说成是史达林模式 或者习近平模式都可以 就是习近平如果身体有状况的话 他用过的一些亲信 他原来信得过的人 现在可能为了自保 为了保护自己 在一个习近平不在的年代里面 他为了要保护自己 可能就会投向 反习阵营 反对习近平的阵营 可能要交投名状 让别人信得过他 所以 你会看到最近习近平 身体应该是有一点状况 有了状况之后 各种谣言小道消息会一直跳出来 如果他不现身 就说他有问题 他如果现身的话 就说他是替身 而且最近进一步说 他有两个替身 听说都被军方灭口 所以最近出来的人可能据说是习近平的亲弟弟 叫做习远平 一个近一个远 总而言之 就是说很多的谣言跟小道消息 那么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多这一类的东西呢 原因就是习近平应该是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 然后这个更早之前 他去法国访问 几年前 他去法国访问的时候 也可能已经有中风的现象 所以他的走路的步伐速度特别慢 然后呢 马克宏总统请他坐下来的时候 他还要用力撑住沙发 这样慢慢坐下来 所以让死人们就在怀疑他身体有状况 可能是中风的一些现象 那么几年后 现在又碰到这样的问题 也算是正常合理 年纪大的人有可能会出现心血管 中风这些问题 那问题出在政治层面 如果习近平的身体有状况的话 那么有一个可能性 这个是独裁者的以前的那个观察 经验法则 就是习近平用过的一些亲信 尤其跟军方跟特务情报系统有关的人 可能会起来为了自保 开始出卖习近平 投向缓习阵营那边 给自己找一些新的空间 交出投名状 投名状当然就包括说 他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讲出来 那这样的事情 有历史上的潜力可循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关于习近平身体有状况的谣言 或小道消息的话 不用太惊讶 而是从政治的逻辑 从权力的逻辑来讲 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是因为 专制体制下的独裁者 他们的身体一旦有状况 可能会进入这个后独裁者的那个时代 那么很多时候他用过的亲信为了自保 会开始交出投名状 对习近平等于是说不利 出卖一些他的重要那个机密的资料 比如说某年某月的某日 习近平会到什么地方去视察 这个情报要是被知道的话 那么很可能斩首行动 刺杀习近平的事情 说不定就被人家那个安排了 就是无人机啊 无人车啊什么的 所以习近平要保密他的行踪 那如果他的行踪被泄露的话 也有可能啊 然后就制造一些事故啊 谁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看 最近习近平的谣言特别多 应该是他真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然后被身边的人看在眼里 他们就开始采取自保的行动 准备投向反习阵营 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到很多最近关于 网络上关于习近平的一些谣言 就见怪不怪了 这个在专制的体制下 独裁者的这个逻辑方面 是有潜力可循的 好 以上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